台湾疫情趋缓 暑假也进入旅游高峰期 新北市政府除了推出轻薄短小的旅行路线 近来还规划 逗定去下枯 请旅行可以来选择 三支区的三河社区 浮城社区就推出了一日游路线 不但可以走访未公开的秘境 还可以探索最逗地的乡村人文风情 后疫情时期 新北市府推出轻薄短小旅行路线 鼓励民众就近走走 近来在力推走访社区的深度探访 到定去下枯亲旅行 在三支区有三河社区 与浮城社区推出旅游行程 不但能够景点漫步 品尝贴近在地的美食 还有文化探索 可以在60年以上的古厕 排出王美照 这边是我们三河社区 新庄里的一个谢氏古厕 它这个建移民国47年 那根据有一位爱好摄影人士 他是住屏东 他全省走透透 他那天发现说 像这种两层楼市的三河宴 全台湾现在可能只有剩这一座 他特别强调金门很多 那说北部的看到这种两层楼市的三河宴 的确是不简单 在社区导覽解说下 民众可以深度认识不同的社区 更加可以直接知道 在地人都吃些什么美食 以及未公开 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 私房景点大揭秘 三河社区中的谢氏古厕 就是少为人知的秘境 而浮城社区的西萨克拉 则是可以见到最绕地的地方文化 看看以前民众如何洗衣与生活 阿连西以前是健康步道 它有那个水车 还有那个谢氏古厕 还有那个开心农场 开心农场跟谢氏古厕 我们在其他特别的时候 很夯 大家都会来参观 我们的谢氏古厕 那是再生的一种创生的 还有一个创生馆 创生馆就是说 以前那个坏的东西 旧的东西 把它拿起来再把它整理一下 又可以用了 是配合我们新北市政府的 一个振兴经济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三支的三河社区 和浮城社区 也推出了他们社区内的 一个轻旅行的活动 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规划 非常的丰富 那有包含像一些 我们费城创意馆 以及我们谢氏的一个古厕 以及巴联西走读等等的一些秘境 和手作 还有美食 那我们欢迎各地的一个游客 如果有机会 一起来我们三支地区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道顶来侠哭 台湾的防疫游程 进入暑假的暴富性旅游高峰 三支区的社区也趁机推出 多条一日游的路线 死房料理景点全都不藏丝打公开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关注 道顶去侠哭网页查询 各社区的旅游行程 报名走访新北各地社区 细细探访最深度 最贴近在地的人文风景 记得阿亮平函三支采访报导 再创失去 和 1 7